今天就可以在那個 一直開瀏覽器 VNZ 冒號寫寫寫寫 冒號寫寫寫寫 寫寫寫寫錄 vem 身為撕老虎 歐看 歐看這個很好笑 Rень � substant 你不用交錢 不用啦,你不用交錢啦 還有人沒連帳嗎?大家都連帳嗎? 那就先開始囉 我先大概講一下上次 我有看一下大家的作業 大家很有創意 其實大家先講一下,我記得把他看到的 我看到他投票就想說我就是把一些 我看到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不一一分享了 那現在看到就是 其實他有一些 有一些tag啊 是官方就是在html5之後就是不建議使用的 其實像font 其實大家可以去到mdn來查,這mozilla的,firefox的官網 去mozillamdn來查,他會有一些reference 你看font 這個tag上,你看已經 他說這個是已經 被delete掉了 這個部分就是 已經不要再使用了 雖然現在用還是可以work啦 這軟軟器都還有一些向下向榮性 可是之後的話就是 可以的話就是 之後就是我們就使用css 這個意思 第一個是font,不要用 第二個是萬惡跑馬燈 以前在 IE6,IE7那個時代 大家超愛用的 還能寫個連結,firefox就按不到 那這個的話也是,你看這個也是就是 已經被刪除就不要再使用了 跑馬燈也不要用 還有center center 很好用 可是不要再用了 以後就是使用css的 來處理就好 所以我們要講說怎麼用css來處理這些 這些那個樣式的東西 向下箭頭 還有strike 這個我好久沒看到他了 這個也不要再用了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散除線 在h5的話 如果你要用這種散除線的方式的話 用dl 用dl 以後就是用這個在css13跟h5之後就是 使用dl 1是一樣的 好 還有上次要更正一些東西 上次我講big 上big的話 這個也是那個不要再用了 big 這個 上次教了大家 只要這個也不要再用了 以後也是用css來處理 字的變大變小 這些部分 還有 看看 還有一個 之前 我曾經講過就是 如果說是在 單一的 單一的tag 如果像input 或是 加ing之類的 我打個input好了 input 我之前講過就是我用斜線把它刮起來嗎 之前我這樣講過 可是事實上就是說在html5之後 其實就不用這樣做了 這個斜線可以不用 這次之前就是在html4就是跟 就是比較不嚴謹的時代下 有做出來一個叫xhtml的 他是一個比較嚴謹的一種預罰 但是到html5之後 就說這個就是已經就是可以不必再打這些東西 html5是一個蠻鬆斬的一個結構啦 就算其實 像你這個body啊什麼東西 上次應該有講過 像這個你全部打大顯應該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這個 打這樣子也可以他也看得懂啦 人會看不懂而已 電腦看得懂 我們可以看一下 電腦還看懂他在寫什麼東西 這是ok的 那之後就是說其實不用再打這個斜線就可以不用再打了 在html5的狀況之下 還有一個就比較 那請問一下就是有打斜線跟美雅斜線 實質上的 意 其實只是一個版本的差異而已 對呀 以前就是有個像榮新的版本叫xhtml 那個時候是因為xhtml大家都亂寫 然後常用出這個 多一個那個話號 少一個少一個話號 或者說是那個 依靠到處亂寬 然後 因為現在 因為那個時候流覽系就是 很努力的把東西全部都解釋清楚 但是很易發力發力的 那個亂寫的狀況 那個有些公司要希望說我出來的東西就很準確 所以就搞xhtml的格式 xhtml是怎麼 最機車的地方就是 你只要有任何有預把不對 把瀏覽系統去解釋 基本上xhtml就是 xml加上 html的一個結合 他是算是一個過渡時期的一個 產品吧 現在其實好像 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嚴謹 現在就是不用打那個斜線沒關係 他其實規定蠻嚴格的 就是說其實像這個 我這樣亂打的大小小混在一起用 那個也會噴出我5 也不行 那現在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 大家主流都還是用html5啦 不過基本上我還是希望大家都還是使用小血 就是為了自己也為了別人好 如果說你跟別人一起合作的話 下來看到你可能會想掐死你這樣 OK 好 再來看到一個就是 如果說 看到有這種用法 所以如果說想要換行 這必啊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 沒有必要像這樣子 這也不是word 不要這樣打 好了word也不能這樣打 如果我們只是要換行或是 就是說要隔一個間隔之外 之外的話 我們這裡也要用x來處理 加大中間的行距或之類的 或是 哪個空白的元素放在中間 不要這樣子就是用好多一堆這樣子 換行 換行 白這邊 因為這個有可能會受到就是說如果你的字型大小不一樣啊 或者說你的 你的那個字體的不一樣 有可能他的這個會跑位幹嘛之類的 像這個br 這就是 用的時候稍微斟酌一下 適可兒子一點 OK 這是一個 還有 像其實他有個像這樣 css float 這我之後再慢慢講 float其實有點被濫用 float 大家用法其實有點有點奇怪 那這個我就之後再慢慢慢慢講 float之後 css float 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下次再 不是下次啦 就是晚一點我再 跟大家解釋 還有像table table 再來就講table table 我再檢視一下table的用法好了 結果看還是有些人就是table好像不是很了解 table的結構是 第一個一定是由table全部刮起來 這個是 一定的結構 然後再來就是換行 tr 這是一個roll 這一行 第二行就是 再一個tr 然後在tr中間呢我們可以放他的一些儲存格 一個一個叫做td 這是一個 1 2 我打快一點 他不介意我用一些外掛 haus 這是最基本的用法 是一定要 table一定是一個結構 1個table Cr Td 一定是這種結構 看一下 table 好 現在開始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畫畫外框 可能比較不明顯 給他加個外框 看一下 好 這個最基本的表格是長這個樣子 他之前有講過 如果說我們還需要 他的一個 標題叫Header 在TR的時候我們可以 通常是第一行啦 通常是第一行 我們可以用TH 看一下結果 預設是有出題啦 預設 這個是他標題 那實際上還有在更 就是更詳細一點的寫法 像是TR這邊啦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他是一個Header 他是一個標頭檔 所以我們上 他還有一個叫做T Head 可以把這些刮起來 T Head 大家記得就是 在打表格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縮牌 不然到你自己都看不懂 這個一定要注意 表格就容易搞壞了 表T Head 包起來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這樣 T Body 叫做T Body 上一個表格裡面可以有好幾個T Body 它是算是一個像 Group的概念 你可以自己去組合自己看怎麼用 最後就是T Foot 這個其實像T Body啊 T Head啊 還有T Foot 這東西其實 不一定要寫 你不寫的話 上那個你流氧器會幫你 幫你產生出來 可是建議上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說你有需要做到一些群組啊 或是說 就是有些 資料要把他擺一起啊 或是可能需要切換 可能用程式去切換他一些內容之類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T Body來 來做輔助 看一下 T Foot的表面有看不出結果啦 它其實就是一個語法上的一個標示而已 OK 好 有什麼 我看一下 還有 還有一個像 像UL啊 LI啊 OLI啊 這個就是大家記得就是一定要就是 一層一層包在一起 一定要是 一個最愛的包在一起 然後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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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要放在裡面 就是你不要就是一個空的OL 裡面放一些其他的東西 流氧器其實就是他都會 都會聽你的啦 就是你看你怎麼下會猜你想做什麼 就是不要寫出像 呃 可能像 這樣放這種 這種東西這樣在裡面 之類的 可以 其實也會認得這個啦 可是就是 這個就是結構就是基本上不要這樣做 其實就是不對寫法 他其實還是會認得 會把你放過來 可是像這個不是 不是正確的結構 不要這樣玩 再來是 還有一個就是也是一樣 還有一個就是PRE 這個也是 這個主要其實像PRE的話其實 上次有講過這次保留他的一些文字的格式 所以可以的話就是在裡面其實也盡量不要放一些其他就是 一些其他element在裡面 盡量啦 當然也是可以啦 他就知道你直接打在你程式面打格式一起出來 這個圖表特別特別需要使用 其實一般其實也蠻少用到這個 PRE的 上次看到的大概就這樣子 那如果最後人自己在偷教作業 我就來不及看了 就下次吧 OK 反正我們都打了這麼多 就拿這個當作 今天的範理 我來講一下CSS 現在很多人都偷跑 其實很多CSS在裡面 其實CSS啊 其實本身就是 像我們之前打的那些 網領什麼之類的 都很單調 就是一些都是一堆文字啊 要不及放張圖片很醜 這樣子 那CSS的話 本身就是 可以查一下 看Wiki 怎麼寫好了 Wiki怎麼寫好了 有英文的喔 好 沒關係 Cascading Style Sheet 它是CSS的全名 它基本上就是 把我們的網站 做一個 它是 把網站做一個 就是拿一些樣式去寫給它 幫它做個加工 其實上次有講過就是 HTN5它是一個 就是很表達語意的一個程式語言 所以你寫下來的東西 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 寫出來就是有什麼 Article啊 有一個P啊 Phonograph啊 還有說像它的Section之類的 可是這樣排起來之後 可能好像 你現在打論文一樣 就看起來很無聊 那網路上那麼多 很漂亮的網站 事實上都是從這邊開始的 它只是說就是同樣的網站 然後我們再加上 一張CSS的 CSS的檔案 它就可以把我們現在的 看到這些抽籌的網頁 變得很漂亮 那CSS本身其實可以 你可以做好多個 它本身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一些的 像是說明啊 或是 指標之類的 可以當然就是 你決定說哪個元素 要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你在上面打的樣子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只是一個 大綱而已 那CSS放上去的時候 才是我們真的看到 最後的東西 CSS可以寫在三個地方 第一個CSS呢 就是我們會寫在 習慣上會寫在header裡面 就是用個style 標籤 這個就是CSS 然後我們CSS就可以寫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link 一個link 標籤語法這樣子 一個link 然後會有個attribute 叫rel 告訴他 我們這個是 CSS CSS它的關鍵字叫 stylesheet 這個是固定的 然後這個呢 才是我們 CSS的 檔案 的 的 檔案位置 假設 假設 我們寫一個 好沒有 我等一下再來寫 先講完 那另外一個第三個地方呢 就是跟attribute一樣 擺在裡面 同樣這邊有個 style東西 一樣可以給他 那通通就是把我們 CSS的東西 也可以全部寫在這邊 這樣有三個地方可以寫 第一個是link 寫在其他檔案裡面 第二個 寫在style tag裡面 第三個 就是寫在 他的 tag裡面 就是你想要 應用的 應用在哪一個tag上面 就寫在他的裡面 基本上 CSS其實說 這樣的style 其實說 沒有規定說 一定要可以放哪裡啦 我自己習慣是 我都會放在head裡面啦 這樣之後你要找比較好找 像其實 以前做過也很多案子啊 就是他的style啊 可能放在 因為他可能動態讀很多檔案 就塞在 檔案的各個地方 可是因為CSS本身是 套用是整個網頁 他影響力是在整個網頁的 所以就是 其實有發現就是 你找不到東西在哪裡 可是他就是 東西卻長不一樣 從寫三次開始養成好習慣 老闆不會追殺你 CSS本身其實最基本的標準的預罰 來跟他講一下 現在生醜 CSS其實本身可以決定的事情非常多 他的本身的任何的外觀啊 他的長的樣子啊 或是自行大俠 或是先提出體啊 我們上講了很多東西 上CS都可以做掉 假設 像我們這樣有個table 把table長得不一樣一點好了 table我們其實可以給他一個ID ID這是絕對的喔 這個是他一個人就是整個網頁 ID就像他的名字一樣 整個網頁只有一個人可以叫同一個名字 我們叫TTT好了 他叫TTT 那在這邊呢 我們在style這邊 我們就可以叫告訴他 ID的代號是一個警號 然後叫TTT 我們TTT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用一個大括號刮起來 然後 你的樣式呢 就寫在裡面 樣式有很多種 像 長寬啊 大小啊 顏色啊 背景啊 之類的 我們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像是 寬度好了 我們給他 600匹手 高度 給他一個 400匹手 好 存檔 我們看看結果怎麼樣 就變了 勉強好看一點點 這是我們繼續 我們再繼續跟他加上一些奇怪的東西 像他背景啊 背景叫做 背光color 可以給他 打 藍色好了 CS蠻聰明的 你可以給他就是 打錯了 你可以給他就是用英文去打給他 他也認得 藍色 那另外一種用法呢 就是16進位的打法 大家有沒有看過就是像這種打法 欸 -33f 像這代表的話就是 其實你們可以看 呃 我待會先問一下 大家知道大概 DD鳥中怎麼定義色彩 大家知道嗎 對是RGB嗎 那RGB就是 紅色 綠色 藍色 三個顏色 DD鳥定義色彩的方式 通常來講就是我們講說 講 呃 3byte或4byte 就是講24位或32位元的色彩 我們都是一個byte 就是0到25來決定 那這個的話就是 其實這樣來講他應該會有6碼啦 這個是把他轉成16進位 0到f 所以 像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看分成三組 前面第一組這個是R 第2組是G 第3組是B 像這是16進位的一種表示方式 ff代表就是255 第3組 假設我們想要 其實這個可以用計算計來看 看一下小算盤 你可以自己去算 這邊有 空層形 我可以下指令了 直接打數字 直接打數字 我可以下指令了 直接打數字 然後轉到一直去 黑格斯在哪裡 喔看 喔在這邊喔 左上角對對對 喔所以像我們 195就是一代馬話 就是它是三個數字 RGB就是分別這樣子寫下來 像我們小畫甲也可以嘛 小畫甲 那小畫甲有點不一樣 沒關係啦 新的小畫甲 小畫甲 小畫甲 好 我們找個顏色好了 橘色 好 我們點一下編輯色彩 那邊就寫2512739 這是你要顏色 我們就可以在計算機這邊 紅色255 255 記得要先轉回那個實境位 255 255 那它總 16的經位就是FF 然後 127 再來就是 127 一樣轉成實境位 7F 好 再來是 39 27 所以我們剛剛拿到的是 FF 7F 27 這三個 所以一樣就是我們到這邊 就是可以這樣打 F F 7 F 27 C 這樣打下來 好 我們中心再看看 喔 就變橘色 所以我們剛剛挑的那個顏色沒有錯 那像在這種顏色表示方式上呢 在網頁上還有一個就是這樣 這邊 像是一個早期的比較像龍的做法啦 也算一個簡短的寫法 你可以只要寫3嘛 如果說恰恰其實像網頁上建議的話就是說 三個數字最好是像這個樣子 可能像這樣 FF 7722 就是三個就是說兩個數字是同樣的 他們會建議這樣用 就算一個網 像講一個就是網頁安全色 就是缺少大家看到的東西不會差太多 因為以前有些螢幕啊 可能是16位元啊 也可能就是還做個15位元之類的 那種奇怪奇奇怪怪的 他們會 所以它在他們規格在制定的時候呢 他們有做一個網頁安全色 他們結果就是 FF7722 他們建議就是這種寫法 雖然可能就是有時候就是 不進的調配出就是你想要的顏色啦 可是就是不會差太多 然後像這種如果三個就是這種 這種寫法的話 我們可以再縮寫 打3嘛就好 我們就打F72 柔軟器就知道說 你這個就是FF7722這個顏色 好 完全一樣 這邊這裡都完全一樣 然後到了CSS3之後呢 有出現了新的寫法 RGB 耶 耶 大家這種寫法就好了 好開心喔 這邊是算 超開心的 靠不要按錯了 有沒有就直接跳出來啦 那其實它有 在現在還有其他主題 就是除了RGB 它其實還有很多 其實怪怪的寫法 我記得還有 RGB 這是三個顏色 還可以加一個A α α就是從0.幾開始 可能0.5 半透明的 顏色把我調的黑色 這樣可能比較明顯 加了黑色 然後變半透明的 因為我們現在底圖可能 看不大出來啦 像這個是半透明的黑色 像灰色一樣 因為現在底是白的 OK 還有什麼YUV啊 還有什麼奇怪那種 顯示方法 大家再 之後可以再看一下 講快點好了 講不完 其實像這0.5啊 還可以再說 寫變成0.5 寫法在用意 是一模一樣的 那其實像這種 被逛啊 還有說其實比較常用的 想想看還有什麼 比較常用的 押倉又開個叫 padding padding這比較複雜一點點 這講到就是 CS他 的一些 概念 我不要用table來講好了 我開個DIV給他 DIV ABC 我先從他的一些 幫我們這邊 裡面有什麼內容 我先稍微跳過好了 就大概就是這種 這種用法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 這些他除ID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選擇方式 那第一個就是 假設這個ID選擇方式 第二個叫做class 我們可以在所有的class的 就是所有物件上 都加上class的 一個 attribute 給他一個名字 可能叫 就highline好了 class的話就是 你可以給很多很多不同的物件 這邊也給他class 就是 就highline 啊對了 其實像這個啊 而且不在指定的時候啊 這個等於啊 一般習慣是不會有空格啦 有些我看可能是 因為程式可能就是 一些coding style 習慣可能會有空格 在這邊 H1O其實不需要 因為有空格的話 其實容易造成一些判讀錯誤 好 就一個high 我們都知道叫highlight 我們現在highlight 在class的指定兩個地方 一個是table 一個像是他們的div 那class的指定方式呢 一樣 不過我們是用點開頭 highlight 那 叫highlight我們可以幹嘛呢 假設我們就讓他的 顏色 黃色 之類的 那我可以看 我們再回到這邊看一下 從這裡 有沒有指定class的地方呢 全部都變同樣的一個樣式 那這就是css最強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就是把同一個樣式 通常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是你只要指定 同一個東西的話 就是 你不需要每一個每一個 都去指定他 要放在哪個位置 剛才講過其實可以寫在行內 那我們是給這個td好了 隨便給一個 剛才有個叫獎 說可以寫在裡面叫style 我覺得他這個顏色不一樣 這個顏色是紅色 寫法一樣是像這樣 color 然後冒號 red 一樣的寫法 好我們看一下 有他就變了 所以其實通常我們講一些什麼 什麼出體啊 寫體啊 幹嘛什麼之類的 事實上 我們其實也不用一些標籤 如果說沒有特別必要 我們不用太多標籤去處理這些東西 我們通常用css來處理就好 如果你要打多個就用封號分開 剛剛講出體嘛 處理的話在css裡面叫做funtweight funtweight 初體叫board 我來看一下 好就變初體了 這第一種可能叫第二種寫法 那除了就是說 這兩個 id跟class 就是class的寫法之外 我們也可以混著用 然後可以指定說 是tdt的 而且 又是 又是叫highlight 同時兩個成立的時候 才會套用這個東西 好這邊就先不打 太多了 或者是 你可以直接指定就是 可能裡面的 如果我們都不打前面符號的話 代表說我們是指定他的tag ol 我剛才沒有搞OL嗎 有 是沒有OL 我這邊寫個東西好了 大家看不到 好我們這邊寫個東西進去 我們可以指定他的tag 我們可能他的 嗯 講funtstyle 叫funtstyle 可以啊 italic 把它變邪體 他這個網頁上所有的 ol 都會有反應 全部都會變邪體 好 大致上簡單的用法是這三種 那可以做很多不同種組合 其實像我們還可以指定說 呃 他還有一個叫做階層的概念 像我們一個table 然後 我們需要一個table 那 這個 向右一鍵齁 代表是他的下一層的東西 下一層 table加下一層有一個teahead teabody 兩個teabody 還有一個teafood 我們table的底下 我們可以指定說 我們要他table底下的teabody 底下 有作用 我們這邊可以再給他 看一下我剛剛指定什麼 好 給他一個 置中好了 置中是 text align 這個置中 照其實這桌可以去查一下 他有哪些CSS可以用 其同樣子啊 就是大概可以去 去 去mozilla的一些官網 或者是說去w3score 可以去查一下 去查一下 他們都有一些style的一些介紹 可以使用 這個 cssreference 就很多這邊都可以用 這邊全部都是css的一些樣式 這個 主犯不及被宅 看今天來可講 講多少 其實蠻多的 他還有很多其實 一些比較特殊的用法 其實還蠻多的 好 像我們剛剛指定了一個 至中 這邊 好我們看一下結果 t body的點子全部都會自中了 看自己t body的點子全部都會自中了 那往上看一下 table的t body 甚至我們可以指定說 他有一些比較廣泛的用法 像我們就是不要用箭頭 我們直接打空一格 如果是空一格的話 我們可以指定說 他裡面的td 代表說 table裡面所有的td 不一定是下一層而已喔 是他這個table 標籤刮壺裡面 那個標籤 tag標起來的 裡面所有的td 就會受到影響 看一下 你下面都受到影響 還有一個 如果說你想指定很多個怎麼辦 這很希望很多個都是要同樣的做法 用逗號隔開 你再打下一個 像我們剛打tdt嗎 啊 這樣我們打 還來著嗎 我們用逗號隔開 代表說這兩個都會受到影響 這個 這也自中了 那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CSS的觀念 他們在CSS的網站上所有的元素啊 上都是一個 都分為兩種 主要分兩種 其實不只兩種 主要分為兩種 一個是 inline的 這是行內的一個元素 一個叫做 一個就是非inline的 一個行內非行內 像我們現在用的這樣子 這個 這個div div它預設就是 它是非行內的元素 所以我們現在 呃 我們再打個div好了 copy一個 123123 這個要highlight好了 就highlight2好了 這邊就是要再copy一個 就highlight2 黃色看不清楚 來先改其他好了 先改其他好了 他還看到就是 欸他會換行 再幫他加一個 好 我們就是在這邊加好了 我就盡量用很多種方式 給他一個背景 光color 給他 給他灰色好了 打紅色好了 pink 看一下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像這種儀式就是會佔滿一整行的 這種元素呢 我們叫做 就非inline 非inline的一個block 那如果說 我們像是 如果我們說我們是放 我們把他改成span 好 你發現他只範圍直到這邊而已 所以如果說 這個span的話 就是講說 我們要講 行內元素 copy一份下來 失窮了 他就接在一起 這個叫做行內元素 他會跟著整個網頁上的文字一起排列 那如果說我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還是就是照說 像是一個就是打一個文帳一樣 就是一個一個往下降下來 如果說我這個位置不想 我這個 我這個東西啊 如果不想放在就是這個位置怎麼辦 我就是有一個叫position的東西 給他一個id 嗯 叫fly好了 他會飛 那不是一個id嗎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樣 一個fly 然後我們把他改變他的位置 改變位置我們叫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他其實預設來講的話 他 他其實每個 他每個屬性都有個預設值啊 他預設的話 是一個叫做 steadic的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變成可以在 就是在網頁上飛來飛去 所以我們就要給他一個叫absolute的 絕對 給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指定他的 x座標 x座標 然後 top座標 我們就可以給他一個這種座標 回去看一下 他就過來了 像其實我們講說就是 我們會用這種做法 讓他的 就是我們可以拍掉到 就是讓我們現在整個網頁 拍到就是我們想要的樣子 這個是基本的做法 那其實像以前來講就是 我們講過就是 這樣div啊 或是span啊 會不會濫用的原因啊 就是因為像這個原因 就大家常常就是把它這樣子 框起來 很方便嘛 像塗層一樣 框起來想放哪個就放哪個位置 那就是到處 就變成就是 用了一堆 然後就變成整個網站的結構 變得亂七八糟 其實每個都可以做 那我剛剛講過其實像還有 因賴跟非因賴的 不是啦剛剛講過嘛 這個是行內的 這個是非行內的 如果說我們 今天我們用的這個元素呢 如果說是 非行內的 他已經佔每一整頁了 可是因為我需要 因為排版的需要 我希望他就是 他可以跟在文字裡面一起走 我們也可以就是用一些方式 讓他強制 也可以用css讓他強制 給他一個ID叫因賴 他有Display 可以看一下是因賴 他其實很多種寫法 有一個因賴 還有叫 因賴Block 還有一個Block 主要是分為這三種 他這樣 他這樣外包就跟這個 一模一樣了 他可以排在一起了 那其實有沒有Block的話 其實 我們可以直接這樣 因賴Block 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差一點點而已 那因賴Block跟因賴 那才在哪裡 用哪有 就Block這種名稱 都可以給他一個長寬寬 都可以給他一個長寬寬 這個外掛 打快一點 他會給他一個長寬 可是我今天 我這個Display 如果沒有Block的話 指定長寬也沒有用 要注意一下就是 上 讓他在網站上每個元素 他都有自己的一個Display的方式 他都有自己的一個Display的方式 如果說你先改變他的行為 就用Display 來決定他的外觀 我現在給他一個 DIV預設就是Block 他會自己換一行 他會自己獨立一行 再來講一點進階的 再來講一點進階的 我們現在弄那麼多 其實就是所有事情 都我們在腦袋裡面這樣講 我們其實我們都只能透過網站 才看得到是怎麼回事 那我先跟他介紹一下就是 在Chrome啊 或是像Safiro啊 Firefox啊 我們講開發者工具 開發者工具的話在這邊 選單 開發者 我現在是那個Opera 那如果是在Chrome的話 一樣就是按F12 或者是說按 Ctrl-Shift-I Mac的話應該就是 Command-Shift-I Mac F12可以嗎 沒有啦 就是Command-Option-I Command-Option-I 在Mac上的話 Mac上是Command-Option-I 就可以開這個 開發者工具 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 分別是幹嘛的 大概剛講解一下 上面好多這樣子 好多的 我們目前先看第一個就好 Element Element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寫出來的網頁 他讀出來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有個Sample 拿過來看一下 有Sample 要把Highlight起來 花絮上去就可以 然後一個Input 一個換行 一個Table 我們可以打開嗎 Thead 我們剛剛寫的都在這邊 Tbody 可以框起來 太複雜了吧 可以把它收起來 這樣就好看 那我們看我們剛剛寫的Class ID 都在這邊了 那我們可以點他點起來 我們看看右邊這裡 右邊這裡有個Style 我們剛剛指定的Style 就是我們的CSA的樣式 都會寫在這邊 他目前我們指定就這幾個 他有中獎 有這幾個 那我們在寫的時候 其實我們想說我們可以調一下 顏色啊幹嘛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開發者的工具 很快去調出我們要的樣子 像這個嗎 我可以點一下就直接改了 太淡了 調聲一點 0.7 我們可以按Auto 加上下 或者說我們 我們 Auto加上下是一次加0.1啦 那如果說直接按上下 它是一次加1 那如果說直接按上下 可能有點 有點吧 可以這樣調顏色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點一下這個 可以直接選色票 方便 一個細螢幕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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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那如果說我們想 想打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進去 我們一樣可以在這邊再加進去 其實這邊很貼心就是 它有一些選項可以 蹲放也列出來了 你可以自己指定 像 大一點好了 給它 20px 不夠大 再往上 有有有有有有有 好大 我們透過這開發者工具呢 就可以很快的就是 看到就是 即時的顯示結果 這個很好用 就在用寫網站的時候 這個蠻好用的 記得喔 就是這個在改的時候 就只是說 你現在看到這個狀況在改而已喔 你現在重新整理回來 還是會恢復 檔案度進來的樣子 所以就是你調到你自己 要的外觀之後 記得把它 存下來 copy下來 然後貼回你的 貼回你的網站裡面 好 OK 大致上結合是像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我們想把整理寫到外部的話 怎麼寫 其實一樣 內容是一樣的東西 我就把它copy下來 是一樣的 把它剪下來 那我們開一個限制檔案 一樣貼上 這是標準的css file 那我們就把它存檔 一個叫css 找一下 這樣自己打比較快 我們講style.css 然後存檔 通常我們在這邊呢 就可以 指定一個 那通常講這邊像hrefr 他這個講話是一個相對 通常講都是一個相對路徑 所以我們講說style.css 我們先不打任何東西 然後他就會 電腦就會從同一個目錄底下的東西一起去找 像我們剛把這個 txt file txt.htl 跟這個style.css 我們都把它放在桌面上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他這個 開這個網站的時候呢 他就會讀這個css的檔案 看一下 重新整理 一樣讀進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開發者工具 開開發者工具 這個style這東西就不見了 取得代式的就是我們用這個link 他讀的就是這個link裡面的東西 然後這邊也可以看到就是我們今天寫的哪些東西 都可以看到 像這個element.style 這個指的就是我們講行內的宣告 就是定義在 用atrib定義在tag裡面的 看一下 哪些筆下需要講的 好 剛剛講過其實講說 都有分為行內 跟非行內 的兩個元素 像我們講span span基本上就是非行內的 span是行內的 講錯 span是行內的 是inline的 div是非行內的 是block 這裡是block 我們剛改變嗎 還是叫block 你們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就 欸 你們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畫上就是講說我們 元素他都會有一個這個 他分為幾個 不同的影響 box sizing 這個55x50 是指他的內容 他還有一個pading 內容跟他的框框中間的間隔 然後外面就是boulder 他的邊線 然後在外面這個叫margin margin 只是兩個元素之間的空格 所以我們看一下 abcabc 這個div 我們把這個copy兩個 看一下 多扣幣幾個好了 多扣幣幾個好了 好 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是block 因為這是block 這三個會一次就換一行 我們可以在那邊改 改inline block 好 就排在一起了 終於有看到這個白色的邊框 有沒有 像這個就是指 這個就是margin 這個部分 他預設會有一個小大小 這邊 預設會有 我們可以改寫他的寬度 我就寫在這個裡面 其實像這種寫法其實不好的 我三個id掉一樣 其實這種寫法不好 做示範而已 下次大家寫的時候 不要id都取他的名字 這樣不行 不要這樣 做示範而已 給他一個margin margin可以給他一個size 假設我們給他一個十匹手 在花旗上就會發現 花旗上就會發現 他會有一個橘色框框 這就是margin的大小 那padding是什麼 講padding的我們先弄個boulder 先弄個boulder起來 一匹手 怎麼加了一匹手 怎麼沒有反應 其實boulder啊 這邊是一個short hand的寫法 其實boulder本身像這種 很多他們 CS很多元素啊 特有氛圍就是 比較長的寫法 跟比較短的寫法 通常來講 其實比較長下來就是 我們講boulder boulder的width 寬度是一匹手 然後 他的邊框的顏色 可能boulder color 沒有 color 可能是黑色 還有 boulder style 是十星的線 叫沙莉 假設像這樣 十星的線 你看下面 我們一改下面 這個馬就出來了 電框一匹手 margin是十 他就會計算他的大小 就出現了 如果他們boulder 把他換出一點 我們看一下 一下一匹手 先講一下他的short hand寫法 我們Kissar 可以把這三個全部寫在一起 這個都先不要 都先不要 這叫boulder 然後一匹手 空格 然後沙莉 空格 他會有一個 這個順序是 固定的 他會照這個順序一日下來 可以打開來看 先color 然後再style 然後再來寬度 然後可能如果再多指定 可能就是他右邊界啊 左邊界 的顏色 他可以四個邊界 他可以獨立不同的 設定 我們這樣打 結果是一樣的 一樣一匹手 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 先把他寬度大一點 十匹手 像我們看到 這個 外面這個部分呢 橘色部分 就是margin 然後 中間的 黃色部分 因為黃色部分 這個就是boulder 因為黑色 看不出來 這個就是boulder 那padding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padding padding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給他 5p手 好了 一樣花鼠移上去 有個綠色 可以看到一個綠色蛋蛋的 這邊會有個綠色蛋蛋的 這個就是一個padding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 死定了 他的寬度是50x50 padding是5 他的boulder是10 他的margin是10 所以這個元素的大小 多少 他的寬度是多少 50 加5 加60 70 80 boulder也要算進去喔 所以我們再移上去 你看 他的寬度就是80x80 他寬度的計算方式是 內容的大小 然後加上padding大小 再加上boulder大小 再加上boulder大小 三個加在一起 就是這個元素的大小 在CSS3呢 其實有改 有做一個 有做一個新的一個 style 叫做boulder box sizing 因為其實這種計算方式 其實有點複雜 就是其實有時候 我們指定一個寬度大小 可是他加了寬度之後 我們明明給他寬度 你看 我們給他寬度是50x50 可是實際的大小 確實是80 如果我們希望指定的寬度 剛剛好就是50 我們要怎麼辦 CSS3有一個新的style 叫做box sizing box sizing 然後我們 預設其實 我們其實 一般講block 預設就是content box 就是計算方式 就是內容加上padding加boulder 如果我們講boulder box 改為這個 然後看他大有變多少 就會是50x50 他是往內推的一個大小 他是真正你計算出來的大小 這個蠻好用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 其實他可以改做更多不同的事情 上網給你找一個圖片過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拿這個來玩好了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有一個檢查元件的 他就直接跳過來 其實我們可以在table上面 我們可以 其實他有說 可以完全改變他完全不同的樣子 我們在table上面 你像背光 我們看他背光其實也是好多種 不同的 不同的這種 選項 所以大家有說背光這個屬性呢 也是可以顯得short hand的寫法 那我們這邊先 不理他 OK 這樣我給他一個image 叫URL括號起來 那不然你有網址打在上面 你的表格上就可以放出你自己的背景圖 那其實你還可以再加上 不要笑 呵呵呵呵呵 欸 快點不到 好 沒關係 他還有說X 他可以進入他的配景圖的一個 坐標位置 預算的假設是對其左上角 假設我們可以給他10匹手 看一下順序可能有打錯 看一下 後面是一陣image 因為我給他short hand的寫法才行 對 這邊就是推 他的就有坐標的位置 可以移動 那預算的話他是會repeat 我們也可以指定說讓他不要repeat 直接給他位置 這個詞記的寫法可以在網路上可以查一下他一些參考資料 那我寫了 講不完了 那其實像這種一般來講說像這種方式 還有說其實還有說 他的css的寫法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 像這個highlight 叫個冒號 特殊的寫法 給他一個狀態 Hover Hover叫做滑鼠移上去 像我剛剛指定一個highlight2 是綠色嘛對不對 那我現在加一個Hover上去 小心整理 變滑鼠移上去 變滑鼠移上去才變綠色 Hover就指滑鼠移上去的狀態 Hover是最常用的啦 還有很多可以改啊 像你的 褐蛇 你的滑鼠優標 Pointer Pointer是什麼 這邊手指箭頭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看起來可以點卻不能點的按鈕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Java之後去綁一些東西上去啊 所以變成我們可以讓一些 不是按鈕的元件 也可以變得像按鈕一樣 甚至啊 其實還有很多可以玩的 寫誰是 123 123 這個highlight2 給它一個真的button 這是預設的樣子 所以button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 其實它所有外觀什麼的 都可以全部自己自訂 記得叫做appearance 像這個 我們有一些它前面開頭會有一個webkey這種 這代表就是它 這個代表說它 還不能算是標準 可是當然說這個瀏覽器 webkey的瀏覽器 會支援 我們講webkey的瀏覽器 總是講就是 safari 然後 chrome 那還有我們現在用的 現在用的 opera 這三個瀏覽器 它們都目前都是 webkey的引擎的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webkey的前綴字樣 它就知道是這個瀏覽器專用的 我們可以把 appearance 誒 忘記要打什麼了 那樣嗎 好沒關係 把它複寫掉 它外觀就不會是 就變成這種 這種樣式 這樣可以把它的 顏色改掉 底色 playground image 馬上改掉 甚至可以把它的一些 框線給拿掉 你完全控制它自己的按鈕 反正這個還比較像 雖然我們可以用過 像一些 像display appearance 還有它的底色 框線 來把它改變說你想要的樣子 雖然我們所有的東西 像我們可以放一個 background image 像我們剛剛放了一個 background image 進去 所以我們實在可以把 用這個東西來安排說 一個新的版面的樣子 那 CSS3還有很多 很神奇的一些特性 像是 還有一些像 我們講shadow element 的虛物件 它講這標 會不會太多 哈哈 講常用就好 好那我先不講 好了 CSS的其實 東西比較多 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們建議 有講哪些比較常用 看範例好了 不要都自己打 才太累 像我們的 剛剛講說我們list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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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ol 跟li 預算我們是一個圓圓消點 我們可以把 如果說不要消點了 我們可以用它一些卡頓來修改 好這有jsfeed 我們看一下 改起來就變圈圈 方形 它上次是在 CSS這邊改了 square 或是circle 那除了像我們這個 list style之外 還有一個叫list style image 看一下 它可以把我們換成自己想要的圖片 甚至還有哪一些可以用 動畫我也先不講 CSS如果寫到的話 甚至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用寫任何一行程式 通通靠CSS就可以寫出一個遊戲出來 border我講了嗎 border 啊還有 看大家蠻常用的 叫做 叫做 這個 border radius 看大家之前做一個蠻常用的 border 這個 border radius 這也是CS3才有的 通常我們border是一個方形的 硬塊這樣 方形的 如果我們給它指定一個就是 radius的大小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圓角 其實就是分為 左 右 這個是 喔這個 上左 上右 下 下右下左 最大部 很多種都有一些 這 那個 鑽段写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特別是下頭什麼什麼什麼 那後面有一個橫線的 如果我們都不指定的話 是四個角都會套用 我們可以指定說兩個角啊 右下兩個角啊哪邊哪個角啊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 就可以做出這麼多不同的樣式出來 網路上也有一些很tricky的做法 就是拿這種東西 做出就是可能半圓形啦 或者說是三角形之類的 有些這種比較tricky的做法 大家也可以去上網去看一下 今天比較悶一點 太多了 我算一下好了 圓角是一個非常有心酸血淚死的東西 因為以前沒有圓角的時候 只能貼圖或是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 把做出類似圓角的狀況出來 可是後來有了之後大家就 新時代就來了 以前我們就是會用一個table 然後分成九格 上下左右 然後左上右下 然後各貼一個圖 然後想辦法再拉去拉他這樣 對差不多 對 還有很多很奇怪的招式 比如說一票的span 把他拼出一點圓出來的結構 很有歷史的東西 就一直到 CSS3才出現 那還有什麼 比較常用的 你給哪個要講一下 我們推薦一下 有哪個捐線 Display剛剛有說嗎 對不對 對Display講了 Display很重要喔 Display很重要 然後 我讓你 只要怎麼用 框膏嘛對不對 框膏我講了 被果然有 被果然講 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做遊戲 剛剛寫一個奇怪的東西 喔那個拼圖 背景拼圖 Tile是不是 不是就是 一張圖 然後弄成很多個按鈕阿 什麼 什麼 喔Sprite喔 You mean just Sprite 背光Position 然後一張圖就可以拼到樓上 喔那個我之後再講吧 OK 那個負責他一點 那我之後再講 OK 那我放到之後就是 我課程最後會講這個 OK 那現在還滿了 你要請問那個 注解 注解的話 因為我看網路上有很多種形式 有沒有推薦的 注解其實寫法就 一種而已 在HnL裡面就一種 也是跟HnL一樣 一樣的方式 就是這樣 Kín他很好 N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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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線N線 注解 這就是注解 通通寫在裡面 它只有一種寫法 這邊其實還有JOSPHERE跟CSS內的註解 那它三種東西都寫的不一樣 那我們先講呢 CSS內的註解 喔,CSS內的註解 對,我問的是CSS內的註解 我們這個不要 CS內也只有一種註解 對,只有一種 只有一種 OK 這種 OK,好,斜線 斜線,信號,信號斜線 以前我傻傻的都這樣打 發現它其實也可以用 因為它都壞掉 對,因此還會壞掉 它等於變助解一樣嘛,對不對 不要學我 這才正常的用法 這個 其實剛剛講的Position啊什麼東西的 我會在Photoshop這邊 做那個Sprite 它算是一個Sprite 這邊 叫大家做Sprite 喔,我會這樣叫Ubbsalute 你要配原體 喔,Reiated 好 Reiated 看喔 自己想要累喔 好像有寫 它的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這個Position 它Position有幾種不同的 不同的的 不同的值啊 其實我一般來講就是我們像網頁一樣 就像文章一樣 一個一個擺在上面呢 就是Static 那我們還有幾個比較常用的就是叫 Related Absolute 還有一個Fix 這個我是沒用過啦 真的用過嗎 Static我是沒用過 黏在哪邊 好,我先講這幾個好了 這比較常用 Static Static 就是我們一般講我們像網頁上 所有的元素 預設值都是Static 就是會照它原本的樣子一個一個擺在上面 那Relative的話就是一個 它講 周知面上講是一個相對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假設 這裡有沒有寫 Tool嘛 應該這個Tool 它Position是Relative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個Tool底下 看看好 好難看懂 YP打好了 我再打一個Block 你用DIV DIV最好用 A 加一個DIV A B B C 好 DIV面上也可以在DIV 它算是一個container 是一個 比較沒有語意的container 像這樣子好了 回到這個來看一下 我自己選這裡 三個DIV 我們就可能給它 先給它一個顏色好了 看得比較清楚 背光 背光color 紅色好了 綠色好了 上顏色 上顏色紅綠藍 上顏色 三個 三個block 這三個DIV 然後剛剛講過 像DIV有沒有 就可以給它一個 礦根高嗎 我們給它礦根高 看得更清楚 寬度 我們給它 50p手好了 高度也50p手 放行得比較清楚 記得 單位一定要打 單位 但我現在都要先用Pixel 之後單位可能會講說還有其他不同的單位 下檔我再繼續講 這邊開始會累一點 這邊開始會累一點 我們先改一下 我們如果把它改成 Position 改成Fix 它一樣會在這個位置 可是你注意看喔 當我拖動網頁的時候 它不會跟著我們網頁一起走 這就是Fix 所以我們像很多網站的它的一些 名字啊 或是它的一些 它的一些什麼 版權說明啊 或是它的一些選單之類的 就是用Fix做的 最常見的就是右邊或左邊的購物車廣告啊 對啊 還有像我們那個看 手機網站的全頁廣告啊 你要點叉叉之類的 或點讚才能關掉那種 通通講一下如果說像大家有看到這個網站那個 就是它的這個廣告很討厭啊 它會用這個 開發者工具之後啊 就在這邊按右鍵點一下 檢查元件 找到它會這種選擇按Delete 耶 就不要看廣告 好玩那是 Delete要再來按按Ctrl 列復原回來 超方便 不過記得就是如果說到你的那個Position啊 你Position如果說改成像Fix啊 或是Upsilure的時候 它在整個網站上的這個 網站的結構裡面 它是不佔位置的 所以你看它的我B被壓掉了 A跟C B上在它背後 它本身就不會在網站上佔個空間了 記得 那我們想B 我們看一下B這個 我們這個 給它Position 我們給它一個Relative Relative比較有相對 那 通常來講相對會是 會在這個相對的一個DIV裡面 我們再放一個DIV 一樣 給它 再給它小一點好了 給它 20 20 快點給它20 然後顏色 看比較清楚 灰色 有沒有看到 按錯 好 這個在裡面 這個在裡面 那我們這個 其實我看外面 外面這個DIV 我們給它是Relative 那在Relative這個DIV裡面 我們再給它一個 Position 我們叫Obsalute 剛剛講過是給它絕對位置嗎 可是我們在給它的 給它 給它一個絕對座標的時候呢 它就會用剛剛的 上面的Relative這個來計算 我們給它 10p Top 給它 2p 它就會用這個框框 它的Parent是Relative嗎 就以這個原理來計算 這個 座標的位置 這就是Relative Relative其實不只是可以指定它的 Level跟Top 其實我們可以指定從另外一邊開始指定 如果我們只指定 像我們Right一個指定 它就從右邊開始算起 或者說我們可以給它一個Button 它就從下面算起 所以事實上其實像Body啊 我們也可以給它一個Relative 其實也可以 那我們這邊是給它東西 像我們給它一個 像我們剛剛不是又給了 像這個 這個 箭頭 我們可以直接點它 就跳到我們要的這個 Element上面 我剛剛給它是Urbsalut嗎 因為我剛剛Body也給它一個 我們看我們Body這邊 我們也給它一個叫Relative 所以我們這個Position的位置 上它就是有相對的座標位置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給它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給它 像我們可以從 Button 從下面開始算起 因為我們從此指定的上跟下 它就被拉長 上面是100 Button是0 它就一路推到最下面 你看這邊有個空間 這邊 拜拜的 它沒有震到最下面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對 Margin 沒錯 因為上期像 DIV 本身它也是算 對網頁來講 它也算是一個物件 它本身也會有一個空白的白邊 所以其實有時候在寫的時候 我們會故意把它的 Margin 0 然後還有它的padding 我們都會故意先把它設為0 你在 在做網頁的時候會比較就是 直觀一點 就不會這樣子 比較好操作啦 可是還在啊 還在 就是白邊還在 這樣我們看一下是什麼回事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點一下 可以看看說 這個到底是哪裡 出現的 它寫HTML 有沒有看到 它問你寫HTML 所以在做的時候我們除了 Body之外呢 HTML它也是一個Element 所以也要再做一遍 還是有 是這個啦 被它推出去了 這個pre推出去了 pre它有一個Margin 被它推出去了 我可以直接給它Margin button 好 那就不見了 可是妹妹嘎嘎就是到時候知道要從哪裡開始下手 這個玩意兒 大家有點注意看這個玩意兒 這蠻重要的 基礎上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現在大概到這邊 先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說你CSS寫得好的話 我現在可以出個上 不知道要怎麼看 打 打鱷魚 打鱷魚啊 對啊 打鱷魚 幹嘛看過 哪一個 我們已經Google搜尋新的DIB了 分享一下 那個嗎 就是一個DIB可以看到什麼字 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OK 它就只有一個DIB 我可以看一下 我查原件我們看一下 新時代新引擎 大概是 before after 那一大VC 在進去 然後在multi background 一個DIB有沒有 一個DIB 沒有東西 就這個一個DIB 就這裡一個 no scale before after 然後畫一個鬼東西上去 你看背光是什麼 設定 你看 你看 我剛剛看了幾行而已嗎 你看 這個設定是什麼鬼 看一下 他背光以面就是這裡嗎 他背光 他要指定很多個不同的背光 跟他的漸層色 寫了一對在這邊 這個比較進階道 看了他可以怎麼玩 這都是一個DIB 這都是一個DIB 這其實不好做啦 因為這個玩到 還沒有非常熟的時候才能改做 對 這真的要玩到滿熟之後 就算你玩很熟 你要寫這個 要花蠻多的時間去處理 對 你再用一句話那一張 對 真的 老實說 真的 我說你這有點意氣用事啊 剪貼的這個 不要大家有沒有看到 今天不玩Dinar嗎 Dinar嗎 Dinar 可以啊 這個完全沒有寫任何程式 這個完全沒有寫任何程式 這也蠻厲害的 其實你可以看他全原詩嘛 他完全沒有任何程式 他就是一個CSS而已 我們看ET code看一下 他有空可以研究一下 他怎麼辦到這些事情 就一個HTML CSS 沒有任何call 不然CSS這麼長就死了 完全沒有叫avascript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嗯 因為後來一些神秘的一些 類似的襲擊殺 對 因為他可能還沒看過 像這個看的很討厭 檢查冤箭 很討厭 下面這個也一起散 下面一起散 還有這個箭頭 點一下 HTML ELETEX 他現在不見了 現在這邊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FUBO FUBO 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先到這邊喔 其實CSS其他很多可以講啦 但我覺得就是其實 我覺得是時間關係啦 我真的就是大家 帶大家就是 講個大概入門的方向啦 其實像我之前講說 之前也會叫CS盯人 CSS盯人 他也玩去玩一下 之前我貼在我們的社團裡面 看一下 CSS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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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是模擬像是一個 CSS盯人的結構一樣 那我們要把這個選起來 我們的CSS要怎麼選 像我們剛剛講過嘛 用 用景字號嘛 或是用Plate去選他嘛 他有講說這個tag名稱叫做Plate 如果要選我們要怎麼選 如果要選這個我們要怎麼選 他的結構這樣子 我們要把這兩個選起來 他也玩一下 他也玩一下 最簡單的 Plate 選這個元素 Enter 這樣就過關了 這最基本 他會慢慢教你越來越難的部分 就像這個 我們目標是要把這個會動的選起來 就我們剛剛講的就是ID啊 或是他的那個tag啊 或是用他的class啊 這邊tag的話其實很明顯啦 就叫做battle 現在就過關 越來越難了嘛 我們要選盤子 然後盤子要做ID叫fancy 如果要選到這個盤子的東西 要怎麼選 我回答一下 要怎麼選 下課了 下課了 今天就先不要作業啦 這次 現在有點累這樣子 下個禮拜 下課再繼續把一些沒講完的補完 然後再講一些阿達陸D的東西 講適應式設計 同時可以支援手機跟電腦版的網頁的CSS 可是我做一做完那個 我說不沒做一頁耶 我確定不再會講一下 是讓大家來做這個CSSD嗎 好吧那我先來run一遍看看吧 因為我剛剛講的7有點快 因為有時候你剛剛講的時候 大部分都選style阿 所有的分別 但是selector不會好像沒有提到 對 selector 我們剛剛講說我們要選擇就是它 假設我們的元素想標示在什麼 我們style想加在哪個元素上面 加在哪個element上面 那我們就是要我們這個select去選擇它 像我們剛剛講過有class的選擇方法 或是用它的id的選擇方法 或是用tag的選擇方法 那其實這一路到最下面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像我們這個如果說我們要找這個 這很簡單一個id嘛 就列一個警號 好這樣就過關 非常就過關 那像這個呢有個apple 欸我們apple裡面有一個 外面有一個 我們要選擇就是在盤子上面的apple 如果我們直接選apple 當然不行 那像這個我們要怎麼選 剛剛我有講過 在盤子上的蘋果 還有一個小黃瓜 小黃瓜 越來越複雜 一個DIV 加pico 所以我們其實這樣看起來 我們就是要在這個fancy 這個盤子上面的小黃瓜 所以就是id fancy 然後它上面的小黃瓜 大家就會覺得可以把這個玩玩 有25關嘛 我記得 這應該是比較奇怪的 其實這不會太刁啦 還好啦 這款玩話大概就了解說他SLECT是怎麼運作的 他回去可以玩一下 那這邊如果說你不懂的話 C這邊就會教你怎麼用 右上角這邊 26關 有ID啊 有他的class啊 還有tag啊 還有階層啊 我們就從這幾個地方去想說 我們要怎麼去選到我們想要的 選到我們想要之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加上我們自己想要的CSS袋喔 今天就這樣 剛剛有沒有什麼比較不清楚的 或是說還是不懂CSS袋在幹嘛的 有沒有 沒有 剛剛沒在講話今天 對 CSS 基本上大家記得說他是一個 你可以用他來修飾目前的RM的標籤 然後 就要做一些畫面上面的修正 大致上 除了剛剛介紹的之外 如果你想要對他上面的願意 或是其他的修正的話 然後就去參考 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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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N啊 或是像打多三十 我 那 基本上你就可以搜尋一下 我會建議說 回去 試試看 就看一下 那個 看起來很有趣的 然後 就看一下 對 我們剛剛在那個 別人的工具 拿出來 看一下 那個工具 最好的一根就是 你點了別人的 東西 他就會把所有的 在外面的下面 就可以參考其他的做法 就我覺得像這種CSS 就跟 你小時候玩什麼大風水一樣 對 我們要吹 坐在椅子上的人 你要想想看 就要怎麼敘述說 哪些人是你的目標 好 就想想看 坐在椅子上的人 的最後一個 MD一個 就你要看是不是 用CSS的方式 去 想辦法去詮釋出來 就是想要去 哪一個 哪一個元素出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多看 然後 記住他可以做到 做到什麼樣子 然後 下次要用的時候 再去查 對不對 大顆就把 CSS 釘了 玩一下 26關 所以 對 所以 對 就打完 就 大家玩完吧 我覺得現在其實我光講這些CSS 其實 我也真的覺得說 那個 這個東西真的是 自己操作過會比較熟 所以 我會建議回去盡量 打完 26關 下次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記一下 如果卡到第幾關 然後 我們下次 我們大家 卡關卡最多的人 就開始 好啊 OK啊 那我再講個作業 就是 回去自由 看看 我們之前不是做的那個 自我介紹嗎 你把自我介紹 用CSS 把它做成名片的樣子 好不好 讓他試試看 做一個名片出來 就一樣 我們就貼在課程上面 你們的共筆的筆記上面 好 而且以前那個鞋子還是叮的嘛 他以前還沒有擋一些那個東西 我就直接死了 所以那個他會動的 一個M才會過去的 那個圈子不要這樣 到什麼開始被擋起來了 太多人家了 呵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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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有多做情報 我有做後轉也有 因為後轉就是PHP就maintain 調個東西加個活動 有一個優秀的Bug 沒想到我們只有在重複 你有不要問我 你有不要問我 我已經覺得你即將只有在上面 上一個我那時候選擇都可以使用 所以他有問題來回答 董事長要求 他要求什麼 你知道上面有那個 有一個兔子他有陸牌 他用那叫陸標野 超奶油 超小的 董事長喜歡 對 因為董事長喜歡 他強烈要求 你們有換嗎 他是換過嗎 前輩前輩前輩 我不知道欸 我們是靈性的都市 小工程師 對 對 還有這個 我做的是手機版的 手機版我有同做 這個捷管比較漂亮 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上次做了一半 他說 我非常喜歡舊的樣子 他就叫我把中間的剪下來 貼到我新的上面去 新舊扣混在一起 這樣 而且我只換個頁 我是Single Page的那個APP 然後只放一頁進去 然後全部彈在一起 這樣 然後最後我又拆了好幾年 這樣 所以下次主要是介紹那個 在手機上的一個問題 對 我會把這邊延伸去再講完 然後跟手機上的 然後再打打打 那先修課程應該會先 那先修課程應該會先 那我先你可以 那我先你可以 OK OK 這邊是 好多雅勒 他就先要加班 他又要加班 他又要加班 他現在是 我以為他在日常 他是日常 他是日常 對啊 他是蛋 不知道欸